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繼這個鍾情局長呢 先是開車在這個凱達克蘭大道 按喇巴 然後接著呢就是 狀告陳時中 蘇貞昌 蔡英文 在海外呢 只有這個北美的台灣橋社 開始集結更多的人在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這個國際刑事法庭 狀告蔡英文陳時中 這樣的作用到底存不存在 我可以很清楚的跟各位同學們分析 就說像這樣的事情 當然你要立刻讓掌握權勢的人 這個亮腔下台是有難度的 但是這個造成的一個蝴蝶效應 慢慢的就會讓全球開始注意到 台灣有一個用刀叉吃人肉的政府 這個政府是誰呢 就是蔡同學口中的就是我啦 所以這個每一件事情 只要大家能夠拒殺成塔 集業成球 每一個人貢獻一點力量 在你的行業當中表達聲音向政府抗議 一定會有用 好 現在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在進行當中 還有在美國的Petition 在這個網站上面 也發起了一連串的連署 那在台灣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看 計程車司機150輛聚集在台中的街頭 是什麼樣的一個場面 一群中小企業主實在受不了了 他們請小黃替他們出聲 因為只有小黃能夠很快的能夠聚集車隊 所以我說前一陣子有遊覽車經過凱達格蘭大道 後來又有下午兩點鐘 在凱道的自用客車按名喇叭的活動 現在又有150部的小黃聚集在台中市政府 在台中的街頭 當然你這個抗議的對象不是在地的政府 因為在地的政府也是希望拿得到疫苗 目的當然是項莊五件意在佩弓 所以是像台北市 在凱達格蘭大道裡面 這些穿西裝吹冷氣的 蔡同學蘇貞昌陳時中施壓 持續施壓一定會有效 每個人貢獻一點力量 哪怕是螳臂擋居 只要螳螂夠 車子一樣擋得下來 好我們接下來看看這個今天早上10點鐘 在台中的150輛計程車聚集的畫面 我很擔心啊 因為沒有疫苗可以打 我們在第一線的計程車司機 現在這樣子很危險啊 死亡率那麼高 對啊 所以非常擔心加了單 沒錢啊 沒疫苗啊 沒有疫苗啊 對啊 疫苗足足的 足足的 對啊 大家都可以安心啊 慎重 不然這樣真的 有機會差很多啊 各位好 我是UBER計程車司機 現在由我代念業主的 瑋托的生命港 我們是一群中小企業主 看著同胞死去的確診 及死亡人數 以及 因人民減少經濟活動 造成的重大組織 營業組織 唯有疫苗施打率 趕快達7層 才能讓大家盡速回到 市能工商的正常生活 看著鄰國、越南、新加坡、菲律賓 都允許企業可以向國外指購疫苗 授權企業到國外幫忙買疫苗 請問其他國家呢 為什麼台灣不能 基本上我們 市機都是靠 每天跑車的收入的生活 跑一天吃一天 現在疫情這麼久了 都沒辦法處理 我們的生活都有問題 所以我們 這個有的 上有父母下有子女 一家這麼多口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趕快把疫苗弄進來 這個活動的發起人是一群中小企業主 他們做了一個聲音 我在這邊逐字的唸給大家聽 這個標題是台灣的首次由中小企業主發起的抗議活動 中小企業主在台灣不要小看了 在台灣的97%的商業活動當中 是屬於中小企業 只有3%是大規模的企業跟財團 所以台灣的經濟繁榮 是中小企業主呢 踏破鐵斜 用這樣的方法呢 一步一步奠定台灣的經濟奇蹟 所以中小企業雖然看起來啊 未卑言輕 但是他們的數量很多 這一次這個疫情 打趴的 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 因為中小企業資金不夠 而且他們要靠現金來過活 另外 他們最多的這個行業是必須要人與人的連結 這三樣條件沒有的時候 中小企業是哀鴻遍野 現在的中小企業一隻獨秀 大概只有送餐的服務跟餐飲的服務 其他幾乎是全部趴下 因為當人不出來活動的時候 所有相關的企業相關的生意全部倒台 所以中小企業主呢才會站出來 不平則鳴 好他們的活動是 那時候 好我們往下看這個新聞稿 他的抗議訴求是這樣的 他說我們是一群中小企業主 看著同胞持續的確診跟死亡人數 以及因為人民減少經濟活動而造成的營業量的大量的損失 唯有疫苗施打率趕快達到七成 就是這個生物學家 醫學家 還有這個公共衛生學家所說的 好這個就是所謂的集體免疫 好再來 這個中小企業主說 只有到達七成的集體免疫 才能夠讓大家回復過正常生活 繼續第二段說 看看鄰近的越南 新加坡菲律賓 都允許企業可以向國外自費購買疫苗 並授權企業到國外幫忙買疫苗 請問其他國家能 為何台灣不能 第三段 我們的法律顧問黃律師表示 以郭台銘 郭董的情況而言 依據藥事法第48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傳染病防治法的第51條第2款 只要政府認為情況達到危急生命或者緊急公衛需求 就可以不要按照法令的正常程序 馬上開放民間進口 請問陳部長法律給你這麼大的權限 你是認為目前確診和死亡人數還不夠多嗎 情況不夠緊急嗎 第三段 在就佛光山捐疫苗的部分 只要政府授權給佛光山 讓他們代表國家去跟 Johnson & Johnson 談就可以了 政府既然自己買不到疫苗 又為什麼不授權給所有管道的這些人呢 張亞中也是只要政府出具同意書或者授權書 政府的一千萬劑疫苗馬上就可以進來 總之只要政府願意 所有的疫苗都可以像日本AZ 一樣快速進來 他這邊講到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今天整個大笨中的政策就是 只要比我更快拿得到的疫苗的 我通通不准 只要你拿到比我更好的疫苗的 我通通不准 所以你看到最後 比AZ 好的 Johnson & Johnson Moderna 被拒於千里之外 看到美國開的是支票 這個支票是遠期支票 還是空頭支票 拔拉票沒有人知道 好 我們再看 當民間有本事拿到更多 五百劑五百萬劑一千萬劑的時候 政府只有本事拿到幾百 一百萬劑就開始做大內宣 所以他當然不允許人民走在他的前面 我想整個局這麼簡單就是如此 但是他賭的是人民的生命 好 我們再往下看 他說 佛光山只要政府授權 郭董也是只要政府授權 然後一千萬劑馬上就可以進來 結果 政府不積極協助廠商取得疫苗 反而任令李諮詢委員 講的就是 台大的小兒科醫師李秉穎 去造謠傷害捐助者令人費解 好 我們再看看 蘇院長口口聲聲說我們有訂購疫苗 卻在立委質詢的時候回答說 雞腿買不到會怪自己嗎 你真的是拿什麼在比雞腿 這跟雞腿有什麼關係 今天人民要協助政府取得 政府說這一切都是阿強的疫苗 最後發現這一切都是民進黨的疫苗 因為你民進黨你認為這是阿強的疫苗 人家有本事繞過阿強的疫苗 幫你去取得 政府只要出授權書 這個有這麼困難嗎 面子扯不下來 但是你的面子交換的是不是人民的李子而已 是人民的生命 聽好 大笨中蘇貞昌蔡英文 你們的面子交換的是人民的生命 再來 好 連我們這些做進出口小生意的人 都知道要在買賣契約中 簽訂所謂的違約罰款 好 我們的疫苗是跟私人廠商洽買的 蘇院長你身為律師 人民授權你去幫忙買疫苗 你會連這個都不懂嗎 這個問題就回到去年年底 東陽的前行政院長林權當董事長 他喜滋滋的開一個大的記者會說 3000萬劑買到了 結果過兩個禮拜 馬上被打臉整個破光 整個就這樣就破功 後來就傳出了無姓立委 到現在為止大家 這個在檯面上傳的吳秉瑞 請問 吳秉瑞委員 你除了會出來告一些小老百姓之外 你有拿出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嗎 請問檢調跑到哪裡去了 無姓立委不能追查嗎 無姓立委是 像論文門中的那個可以刑事豁免權的人嗎 好我們再往下看 他說BNT疫苗啊 是在付費給4萬4千名受測者完成一定的成果報告之後 美國FDA才給予緊急的授權 人家好歹第三期啊 人家做了4萬4千個受測者 第三期呢 不只是在測這個疫苗有沒有短期的 後遺症 更重要的是啊 要再看看這個疫苗在擴大的 這個實驗的基礎之下 他的對照組跟實驗組有沒有明顯的差異 就是在測試這個疫苗的Validity 好我們再往下看呢 他說反觀啊台灣在國產疫苗 還沒有解盲之前就急著跟高端聯雅前約 這個擺明就是圖利吧 我請問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民間 檢察官早就已經衝進這個公司了 這叫做內線交易 每天在那放消息 那股票一下漲停一下跌停 哎台灣被內線交易辦的人有多少 這樣不叫內線交易 那內線交易法是辦誰呢 好我們再往下看 好現在急著跟高端聯雅簽約 那一解盲更急著呢 要幫這個高端去買單 其實這個解盲是假的嘛 你也知道嘛 這是政治的產物嘛 已經把結局 故事結局告訴大家了 只是要這些研究員去配合而已嘛 好我們再往下看呢 他說這個給高端緊急授權 這不但幫高端省去第三期應付的 這個應該付出的人體實驗成本 你知道省多少嗎 檢察官聽好 如果像這樣的 比較先進的藥物 疫苗 高風險的 起碼 像這樣子的一個人體實驗 給個五千一萬 是正常的 那麼如果要像 在美國這樣你做了四萬四千個 受測者 一個人給一萬的話 就是4.4億 一個人給五千的話就是2.2億 請問圖利廠商拿人民當白老鼠 這2億到4億之間圖利廠商 難道沒有涉嫌圖利罪嗎 我們再看看中小企業主的控訴 他說 是想打國產疫苗的民眾 好他們 去當白老鼠的沒有辦法賺到營養費 但是我相信這種人也 可能不多啦 如果多的話真的是台灣人的悲哀 一個什麼樣的政府 弄到人民願意捲起袖子 拿自己的生命健康 去賺區區的五千塊一萬塊 來交換自己的溫飽 那這個政府 真的是非常的可悲 該早點下台了 還有 更以這個高過國外合格疫苗 兩三倍的價格向高端 聯雅不是雞雅我老是對好 聯雅來購買尚未合格的疫苗 但卻一再阻擋免費捐贈的合格疫苗 蔡政府你們的行為難道不會起人疑鬥嗎 好 繼續 雖然 中小型的企業家佔台灣的企業總數的97% 這個數目是很龐大的 但是呢 這群中小企業主也很感嘆的說 我們不是八大工商團體總統不會接見 坦白說八大工商團體總統接見也沒有用 就是呼嚨一下 要不然就發發大小姐脾氣 要不然就是 像這個蘇院長一樣 雞腿不知道會怪 這是什麼雞腿啊 再來 他說聽見我們的聲音呢 就是不可能接見也不可能聽見 聽見也當作沒聽見 裝睡的人叫不醒 所以 他說因為疫情關係我們為求活命 看老百姓已經卑微到為求活命 大家集資雇用生意慘淡的計程車司機 兩百臺 待我們發生 是兩百臺 那麼 因為政府的疫苗政策再不鬆綁 中小企業跟數百萬的勞工 即便不被病毒害死 也會因為政府的錯誤政策給餓死 庶民是一群中小企業主的苦苦哀求 留下了這個 黃律師跟他的電話 好 這是今天台灣的 企業主 中小企業主的哀名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